跟年龄无关的不断突破自己的创新精神 和勇于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让中国的企业生生不息 跟东森都差不多是同一个实际创业 一直坚持到今天 在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 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出路和新的方案 因为我对制造又不了解 更加想的是我从东森身上所看到的这种不卖账的 跟年龄无关的不断突破自己的创新精神 和勇于探索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让中国的企业生生不息 如果这一代企业家的这种精神不得到传承的话 那么新一代的创业者 他们就在未来发展的时候就无所依托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自所以不卖账到现在为止 也不愿意就是跟我们从事的业务说再见 自所以我们还在拼命 东森还比我大 就是因为不希望我们变成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不希望我们的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为后面的人留下发展中间的这种阴影 或者说是迷茫 所以我们的打拼的意义不在于把企业做多大 我们的打拼的意义在于树立榜样